黎老师一生教人 一个是 能够教你在一生当中 受用不尽的是什么 这老师常常 提醒我就是臣 真臣这臣子 一生受用不尽 对人要诚恳 对四要诚恳 对一切万物要诚恳 臣能 感恩天地动归身 那是真心 世尊 在观景里面 跟我们讲菩提心 菩提心的体 就是真臣 那我们现在体 体是真心 真臣就是真心 要用真心 过日子 要用真心 学习 用真心 带人 解物 没有丝毫虚伪 你能开智慧 你能得大福德 你能得大福德 复慧都是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 复慧 是你的心 真臣 是心 的的门户 信 信得里头 本子 具足 智慧 神通 得相 没有一样 缺少 就得显不出来 真臣心 能把它显示出来 你就得受用了 人真臣 一点不吃亏 傲慢 巧诈 亏可吃大了 那是不诚 不真臣的反面 他由 视之变从 世间的 巧慧 他有这种才 才干 但是心里不诚实 这样的人 多半就是有傲慢 嫉妒 好深 好强 这个是 学习神学的障碍 佛 是神学当中的神学 大神 我们的心不正 我们的心不正 怎么会得到 心有所批 有所喜 就得不到了 啊 这个与用心的关系 太大了 我认为我们的心不正在哪里